最近传统武术到底能不能打,可以说是饱数质疑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士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隐居大山潜心修行 或者身回绝迹,却也与世无争 然而近日一位武当道士 似乎是再也无法忍受网友对中国功夫的误解 走下大山登上了一台 和一位教官展开了一场激战 让我们来看一下 汇集百家各个门派的功夫 今天我们就来一个道家门派的功夫 这是火股灵风第一个道士上来了 这叫李军道长 来方 观众朋友们看到的是我们别开生命的百姓理台比赛 同方在侯辉忠 这招是没见过 侯辉忠又又有掌进 又又掌进了 拳要又准备大拳 抱住 因为这个侯辉忠强调到这个 优势就是我力量比你大 体重比你大 这种招数 我来对付这个侯达牙 没有很好的办法 没办法 因为侯辉忠的力量太大了 抱住要摔住要带票 拉了一球 我觉得李军道长应该移动起来 不要跟他拢抱 对 控制要距离 应该抓紧机会了 最后十秒钟时间到了 看没机会了吧 想出现没机会了吧 比赛结果 篮奉上 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